大家好,今天熊出没的熊大熊二和超级飞侠的勒迪酷飞 又来进行变形蛋大作战 那首先是熊大又给我们带来他的变形蛋 这时候从天象掉下来了一个和熊大一模一样颜色的怪兽变形蛋 这是什么怪兽呢? 它好像还有翅膀 这好像是一只巨大的恐龙怪兽 把他的脚张开之后,上面还有尖刺 这好像是他的手 这只怪兽还有长长的尾巴 那他的头出现了 这是一只可怕的怪兽蛋 他的头上长了一只巨大的尖角 这只怪兽看上去好可怕呀 熊大熊大,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怪兽啊? 不好了 这只怪兽攻击了乐迪 乐迪觉得这只怪兽有点可怕 熊大说 这可是我最厉害的变形蛋了 乐迪说 既然你派出的是怪兽 那我就来派出我的奥特曼 这时候 从天上飞下来了一个奥特弹 怪兽看到了奥特弹 发起了进攻 熊大的这只怪兽 看上去有点急躁啊 让我们来把乐迪的奥特弹变形一下 乐迪说 他的奥特弹可以打很强大的怪兽 出现了 原来这是粗大奥特曼 粗大奥特曼 完全不怕这只怪兽 他对怪兽发起了进攻 熊大感觉到奥特曼 太厉害了 他叫他的怪兽 对奥特曼发起了冲击 奥特曼被攻击了一下 这时候 粗大奥特曼发动了他的必杀技 必杀光线把怪兽打倒了 怪兽又站了起来 奥特曼接着对怪兽进行进攻 怪兽奥特弹便回到了防御弹的状态 看来 熊大 你还必须派出一个更加强大的怪兽弹才行啊 这次大作战 是勒迪的奥特曼赢了 接下来是熊二和酷飞 熊二上次派出了三头金龙 这次他又会派出什么怪兽呢 熊二说 看我的 这时候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圆圆的怪兽弹 熊二说 这是我的凶暴怪兽 让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 这是什么怪兽呢 它的身上还长满了领甲 看来 是一只防御型的怪兽啊 这是它的尾巴 还是两段式的尾巴呢 天啊 这只怪兽看上去好凶暴啊 它长着大大的獠牙 这是什么怪兽啊 凶暴的怪兽马上就对酷飞 发起了进攻 看来熊二带来了一只强大的对手啊 那酷飞会派出什么变形弹对战呢 酷飞说 既然你派出的是怪兽 那我也要来派出一个奥特曼 这时候从天上飞下来了一个蓝石的身姿 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看上去好帅气啊 让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 出现了 原来是年轻的赛罗奥特曼 赛罗奥特曼看到这只怪兽完全不放在眼里 跟我打你还早两万年呢 这只怪兽看上去好凶暴啊 赛罗奥特曼首先发动了攻击 它把怪兽打倒在地 怪兽又站了起来 这只怪兽对赛罗奥特曼发起了不断的进攻 不好了 赛罗奥特曼被打回到了防御弹的状态 还被怪兽一脚踢飞了 酷飞酷飞 你要派出一个更强大的变形弹才行啊 那这一局是熊二的这只熊暴怪兽打赢了 那这一次超级飞侠熊出帽变形弹大作战 获胜的是乐迪的 除大奥特曼变形弹 恭喜我们的除大奥特曼 然后是熊二的凶暴怪兽 这只怪兽有着尖锐的獠牙 天啊 它又想来攻击乐迪 那小朋友们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变形弹呢 是奥特曼变形弹还是怪兽变形弹呢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